HELLO 大家好 我是尾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玩走中药 项羽就是实战指引 我们这把打的是火焰山 因为今天火焰山有可以完成任务吗 杀八个人头 那活动刚开启了 我们就准备打 往下路 因为打火焰山 这个坦克运行比较合算 特别是这个像影 等一下我直接一击技能把对方的打底推出去 再闪他个火球 就直接抢到一个人头 开局就把对方打底给虐杀 那就抢到了 抢到打底 现在对方的对方的那个 王兆军也是丢到火坑死了 火荒也有一个王兆军 又是打底 准备再冲他 哎呀一进来的路 一下子打伸张枪也撞进去 打底又也是被我撞到火坑 然后对对对对我配合一个火球 又把他扔到火坑里面 对方照我们 我们几个 几个人 四个 五个 五个打 对方李云花也冲下来 哎呀一进来没撞到他 然后一个大招刷死了对方李云花 然后现在击杀三个人 主要是这个打火焰在没地方补血 然后有地方补血的话 可以去武艺术的地方找个地方补血 或者找个地方躲起来 没有草虫 专门打打底 打底被我打得跑 打他也不伤害也不能跑 哎对方送战相来 打底把他推到火坑 跟一个火球配合一技能 但是 连杀了四个人 然后想准备自杀 但好像刚才是被他打了一下了 但是想自杀 应该要等一段时间 然后又不敢乱跑 哎糟糟 糟糟糟 对方设箱上来 准备自杀 好像被他打了吧 还没打到五个呢 刚才应该去自杀的 不应该跑回来 其实我现在辅助了三个 自杀四个 如果刚才辅助的也算了,我头上就可以超神了 在火焰山超神也是比较难的,因为这个死亡率还是挺高的 不可能没有人死过的,在火焰山打的话 比如说在火焰山打不死的状态是基本非常难的 我才刚呼呼,现在就被人一直推得倒 还好我方是有墨子,墨子还能控冷,所以这个我方的阵容还是比较好的 打着火焰山就随机引擎,所以说阵容也是靠随机的 项羽,项羽,项羽好像是 新注册的号就有的引擎,所以玩的还比较少 现在我方把独宰击杀了,现在有大火球 一个大招没刷死人 里元花,里元花 对方顺上下 刚才赵云怎么被我杀的都不知道 那招高被冰住了 本来是想砍对方的王钞军了,被王钞军冰住了 本来被谁给推到火坑去了 好像也是被王钞军推到火坑去了 我的大火球就那么没了 刚好复活在这边 王钞军换大招 哎,准备推人推到火坑里面去 我还想花火球,被人推到火坑里面去 一直想冲火坑出来,冲不来 一直想冲火坑出来,冲不来 一直被人推到火坑里面去 啊,还是我,王钞军厉害了 直接把人要扫扫着 出现一个赵云 不过他现在刚护火 属于无敌状态 王钞军对方王钞军想要花大招 被我赚 赚一下 一技能赚了之后 技能就破了 破了他的大招 对面落爆了 就算一个 李恩欢 李恩欢也被击杀 那现在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欣赏 欢迎大家第一关注我的视频 点击订阅 点个赞 然后 今天的情况 欢迎大家加入一起玩游戏 那我方MVP是韩信 对方MVP是双善香 MVP是双善香 是两个游戏 听 lip 三者